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按响门铃 打开大门 惊喜和快乐就在门背后等待着你 来 全场的朋友们 为今天即将上场的各位选手 加加油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开门大街 马上上场的这位选手 他的家庭梦想能否实现呢 我们一起来关注他开门的每一个瞬间 掌声欢迎 蕾蕾上场 蕾蕾 这个名字好温柔啊 蕾蕾 我想的话应该可能是我爸跟我妈想要生个女的 结果一 就没想到生差 来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来自福建福州 一个IT企业的职业员工 在IT IT男呗 IT男 但是呢 我跟这个传统的IT男不一样 我呢 是属于那种在后面的 为这些宅男们加油补救的这种活跃男 明白明白了 那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我的家庭梦想啊 是想带我的岳父到台湾去 带岳父去台湾玩 对 有多孝顺啊 多孝顺的女婿 贤婿这叫啊 来 蕾蕾 我们先预祝你成功 谢谢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开门 打 起 来 你想抢先选手一步 揭晓门后的秘密吗 你想用智慧 实现自己的家庭梦想吗 快拿出移动设备 给我们一同欢乐吧 中国电视 首次采用二维码 实施同步互动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与节目同步打提 允许家庭梦想 你准备好了吗 来 来 开车挑战 听下门 请按下门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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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来 来 来 搜索一下 尼娜惠心的一笑 尼娜惠心的一笑 应该是我妈那么喜欢她 应该是 尼娠惠心的一笑 确定吗 确定了 那我们验证一下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机 耶 我妈耶 轻轻地对我一笑 你这不见了 我哪里去寻找 去寻找你的一笑 看看你对我一笑 烦恼不得了 你猜猜问她 为什么 我不说也知道 轻轻地对我一笑 你就不见了 我哪里去寻找 去寻找你的一笑 看看你对我一笑 烦恼不得了 你猜猜问她 为什么 我不说也知道 春去寻 花谢了 只心娘儿 不可笑 春去寻 花谢了 只心娘儿 你可没了 轻轻地对我一笑 你就不见了 我哪里去寻找 去寻找你的一笑 看看你对我一笑 烦恼不得了 你猜猜问她 为什么 我不说也知道 欢迎出名歌手 张强 谢谢 张强 我今天看到你特别开心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又恢复了当年最潮的那个发型 没错 最深刻的发型就是这个 对 这个发型是我的 为我的新专辑 定做的一个发型 新专辑马上要出炉了 对 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我的新专辑的名字叫 别再问我什么是disco 别再问我什么 是老有人问你什么叫disco 是吗 是的 我觉得当年的disco女皇 又要引领新的潮流了 新专辑发布以后 这个发型又会火爆一时 可能吧 好 谢谢 恭喜你 获得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好了 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入账 这是个好的开始 第二扇门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按下 满铃 OK 多听了一下 这个听出来了 听出来了 因为那个平时吧 公司里面有同事 这个结婚 就给他们客串一下主持 告诉我 你听到的歌曲是 幸福的两口子 幸福的两口子 对 确定吗 对 我也祝福你们 你跟你老婆两个 幸福美满 白头洗脑 谢谢 谢谢 汗都下来了 借您吉言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 门 大 请 耶 嘿嘿嘿嘿 记得你最爱穿白裙子 我最喜欢你的肯片子 你爱看我傻小的样子 说我是你爱的男孩子 静静坐在湖边的椅子 我第一次抱着女孩子 我们一起攒钱买房子 还要一起生个旁边的椅子 我不能忘记你的样子 我们一起过的苦日子 我们一定相爱一辈子 你永远是我的小娘子 谢谢余杨 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 恭喜雷磊获得了 两千元的家庭梦想天日 我看了很多期 您跟嘉宾击掌的时候都是 我觉得这个太没劲 那怎么样有劲呢 我跟我的好朋友们 我们喜欢踢足球 进了一个球之后 做了一个很多动作 什么 一二再来击掌 来我们试试一段也踢 还行啊 这样子激情多了 激情多了 没错 那我就带着这份激情 再上 再上 加油好不好 好 但是在开门之前 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啥问题 这这么说话受不了 前段时间 这网友特别有意思 列出了全国各地 娶媳妇的难易程度 福建 你已经结婚了对吧 是 我已经结婚了 不是 娶福建的媳妇 好像是排行前三啊 应该是比较难的 是挺难的 多难 像娶到福建的女孩 你得怎么样 具备什么条件 首先第一个 你要有钱 要有经济基础 第二 你要有房子 有房子 第三 你不能是福建省外的 这三条啊 其实说到底 就是父母对于女儿的一种牵挂 希望女儿能过得好 是 当然也不是全部啊 只是有一些是这样的 是 那你娶的媳妇是福建人吗 是的 那你是哪里人 重庆 完了 那怎么 不是不能嫁给麦省人吗 当时是不是遇到一些困难 是有一些困难 这个就是说 因为我从大学毕业之后 我就从重庆到福建 来找工作 然后我在 我现在的这个公司 已经工作了八年 那在前面 我还没结婚之前 其实我是一个 一穷二白的穷小 像刚才我说到的 有钱 有房 基本上是没有的 就是你想要 就包括我现在其实也没房 也是就在我们这个老丈人家里面的 就是那个时候 从来没有奢望过我会在福建结婚 后来遇到了我太太 就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很感谢我太太的 能够在那个时候选择跟我在一起 不要感激我的岳父跟我的岳母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对我要求那么苛刻 同意了女儿跟我在一起 所以我应该是说来开门大吉 也是为了感激 但是你看你老给别人主持婚礼 那你结婚的时候 那你谁给你主持 我自己 你自己主持婚礼啊 真的啊 婚礼是也蛮贵的 别省一笔开支嘛 能省则省 是吧 再加上我又去给别人做过婚礼主持 然后我就自己上 自己主持感觉怎么样 爽 主持自己的婚礼 我觉得这个事挺奇怪的 我想象出来 就是那怎么说 好 现在我可以亲吻我的新娘了 现在我们俩要换戒指了 现在我们俩要喝娇杯酒 请现场的亲朋友给我们鼓点掌吧 是吧 虽然难 但是你一一克服了 而且应该还做得不错 这样我们把你媳妇请出来好不好 今天来了吗 来了 来我们连线一下第二现场好不好 来连线第二现场 左边那个右边那个 红衣服还是蓝衣服 红衣服 太玩笑了 你看这个婚礼 一般都会请个主持人什么的 但是你这婚礼是不是过于简单了 你满意吗 挺满意的 因为他虽然他自己主持 但是他还给我制造了很多惊喜的小浪漫 啥呀 比如说他在现场为我唱歌 给你唱的什么歌 做你的男人 我们好想现场 再听一遍呢 这个要求好 做你的男人 二十四个小时不睡觉 小心翼翼的保持着 重热情不对少 世界多分 让我们俩静静相拥在一起 不管世界多分 让我们俩静静的拥抱 做你的男人 二十四个小时不睡觉 让他晓得你在黑夜中 也会有个依靠 你在家里是受了多大的苦啊 唱着唱着 这眼泪滑滑的 在我们这个亲友团的现场呢 有一个人比他还感动 一个小伙子居然要在旁边落泪了 好像是他的一个同事 刚才还没露面 就这位他哭得稀了哗啦的 你哭啥呀 我算是雷雷的同事 也算是搭档 那个在我进入公司之后呢 他在公司的这个主持人的岗位 就下岗了 转座幕后了 同时呢 把我非常欣赏的一个姑娘 给追回家了 所以特别伤心 我好想听小妮也唱这个歌 给我听 你的男人24个小时不睡觉 我困死了我 我不是做我的男人 必须得这样 因为我是月亮啊 对 月亮在白夜花般的月光 停 我承认都是月亮 好吧继续吧继续吧 好继续谢谢 第三项的三千元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按响 万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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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本山的徒弟 谁 小沈阳 的哪首歌 哪首歌 你懂的 我不懂 你说出来啊 我就说了 说啥了 你懂的 对啊 还不懂啊 你们懂吗 懂吗 都不懂 哥们就叫你懂的 哥们就叫你懂的 你懂的 我们来检验一下好吗 好 小沈阳的一首歌 到底对不对 来 全场的朋友们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机 当你从我眼前 慢慢走过 时间仿佛 银刻在这一刻 忽然看错了 生活的颜色 不像过去 那样冷漠 当你走 我心里悄悄听过 一点一滴 都那么深刻 喜欢听着你 安静的唱歌 里面 里面 有你 有我 我对你的感觉 其实你懂得 黑乎你 去把感对流伤 心里小小的甜蜜 其实你懂得 黑乎你 是我最爱的一个 我所有的想法 我所有的想法 其实你懂得 黑乎你 该怎么的 来说 心中小小的梦想 其实你懂得 其实你懂得 黑乎你 是我最爱的一个 我对你的感觉 其实你懂得 黑乎你 其他感对流伤 心里小小的甜蜜 其实你懂得 黑乎你 是我最爱的一个 我所有的想法 其实你懂得 黑乎你 该怎么的 来说 心中小小的梦想 其实你懂得 黑乎你 是我最爱的一个 黑乎你 我们最爱的一个 欢迎小沈阳和沈春阳夫妇 哎呦 这两个人到这儿来秀恩爱 晒幸福来了 两个人 这么多年恩爱如初 你多爱她 你 说说 其实我非常爱我的老婆 我在电视上从来没有说过 真的 对 听一个 听一个 这有啥的 还真亲啊 老夫老西怕啥的 沈春阳呢 巧得了 真脸疯了 幸福的呀 简直的 这孩子那么大 你怕啥的 他真从来都没说 你们别就两个人在那腻歪了 对于我们的这对夫妻 你没有什么自己的祝福要送给他们 而且我还觉得就是我们经历其实也挺相似的 真的 就是当初我也是就是说他们的家庭也不是说那么太好 而且我觉得真爱就是要需要勇气 而且要相信你自己的眼光 就是要相信你自己 而且要相信你身边的这个人 他一定会带给你幸福的 真的 我就是希望他们两个能够好好的恩爱爱的 像我们两个一样 沈春阳刚才说的好 真爱是需要勇气的 当年他嫁给小沈阳是付出了多大的勇气 再次掌声送给沈春阳和小沈阳 好了 在这里要恭喜累累 获得了三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手够囤的 现在呢 已经积累了三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了 五千元是第四扇门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冲了啊 冲 请按下 拜祢 旋律很熟 妈呀 遇到难题了 你会看上他 你会看上他 有什么关系 你会看上他 确定吗 你会看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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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他 你看上他 确定吗 确定 确定 我会看上他 确定 确定 确定吗 确定 你这还叫确定啊 确定 你这还叫确定啊 确定 你心里好没底啊 确定 起 每个美丽的手上为我年魂洗澡 我要看上他有什么关系 反正我明天也会做电影 我要看上他你不要生气 反正我想爱你也见不到你 谢谢李嘉杰给我们带来的这首 这首 这首 看上他 谢谢 哎呀 大哥 你吓着我了 雷雷 是 恭喜你 获得了五千元的家庭梦想 今天 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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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看上他 小心到受不了是吧 行了 受不了 受不了 必须得做决定了 是 一万元 要还是不要 好 我心脏受不了 我心脏受不了 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婆跟我岳父的意见 可以吗 好家里得听他们的是吧 来吧 等一下 现在现场征求一下 咱们就不冲了吧 然后如果不够的话我们自己 你 套 对 跟这里面套 谁套 你套他套 他套 好样的啊 那 同意了 同意了 不从了哈 对 那行吧 那咱们就四个字 建好 就收 行 好 恭喜 雷雷獲得了五千元的家庭梦想资金 这只要感谢郑宗良朝王老吉为我们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资金 祝你和你的老丈人就要带上媳妇在台湾玩得开心 好 好不好 谢谢 带着掌声 送给雷雷 王老吉开门大吉 这里是由郑宗良朝王老吉独家冠名的开门大吉 朋友们马上要上场的这位选手她穿的特别的漂亮 而且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少数民族姑娘掌声 欢迎她出场 欢迎 你好 欢迎康卓 来给我们做一下做介绍 大家好 我是来自四川康定机场集团公司的一名员工 来自康定 对 就康定情歌那个康定 对 特别会唱情歌 肯定的 必须的 来自康定机场 对 康定机场集团公司 那你是做什么 我是做党群工作 做思想工作的 那你是来专门来给我做思想工作的 对 我思想没太大问题 咱先把梦想解决了吧 先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我是 我的家庭梦想是帮我的一个亲戚 修建的羊卷 帮亲戚修羊卷 对 这挺有意思啊 那我们一会慢慢了解 行 康卓 首先祝福你 谢谢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开门大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按下门铃 请按下门铃 城虽然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歌手唱的 谁 周杰伦 你也喜欢周杰伦 对 我非常喜欢他 呢首歌 应该是 《烟花ή棧》 《烟花地ою》 我们期待 开门大吉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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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